哈喽啊姐妹们 挑战在上边的地方画全装开始 现在把这个烟住在一起 不带的话我是真的一丁都看不见 然后我等会打扫尾声的话就打扫不赶紧 好了我尾声打扫完了 我先把这个头发捐一下 这个已经好久没有了 房子这都已经生灰了 到现在为止我可以随便说话 因为现在一个客人都没得 包的捐完了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臭 但是画了妆之后就会好看很多 现在一个不随碰我 所以我这个人成高 我这个嘴巴已经干脆来起皮了 开始整份狗苗里化妆了 我昨天不是休息吗 然后我就去租了一个指甲 好这个装修终于挺了 我真的很烦这个装修的声音 每次我配视频的时候哈 我听到这种装修的声音 我就向国际 把他个点钻枪了 给他摔了 今天点钻里面的声音补好 我真是老门来了 他也要脚头拦我了 换了一个比较准的这下 快点上一个分点 一般我就是把这个分点上好之后 我就不怕有人来了 最近那些大小事不是都开学了吗 然后垫子里面的人就比较少了 就没得以前热闹的了 甩锅也看不到巨锅了 以后上面就是枯燥无为 看不到甩锅了 接这个钱挣起来还有啥比遗碎 再来修一锅鼻子 姐姐挣钱弟弟花别过都是伏地磨 伏的是自己家的弟弟 我伏的就是别过家的弟弟 再来把这个双眼皮撇起 虽然说我有双眼皮 但是我现在太摘了 我睫毛夹也忘记带了 我真的是一天能寄到些啥子 我总感觉我自己老脸吃得提前了 真的 然后我有牙签 再找一个大呼机 用这个方法来捐睫毛 我第一次我要搞一下 第二次躺不起了好不好 再来扶这个样子的眼睫毛来 小眼线给画上 再来蒸个卧槽哈 看这上面来的这个两斤斤 再来搭一块这个财红哈 今天这个化妆的过程就是非常踏实 因为没得人打扰我的 是一个我昨天买的这个小蛋糕 这实际上还可以 他说我在这儿待了三天 让我觉得味道最豪的一家了 遍土这个颜色 我感觉这个颜色好分的 今天这个全装就还好了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姐妹们 我要开始妹妹上班了 拜拜